我還有遇過老鼠會的詐騙人 來一天 因為我那時候不懂老機法 就是一天也要保勞保這件事情 然後就告我們 我們被罰一萬多塊錢 他是有一個集團 專門在做詐騙這件事情 在騙不知道的老闆 其實我有一家店現在也要領讓 黎明店那一間收掉了 可是我後面又多開兩間 就是我現在要開的台中店跟台南店 就是我台中店現在目前是有五家 那我有一間收掉了 是因為房東要賣房子的關係 所以我又開了一家店 就我在這個禮拜六要開 那台南店是下個禮拜 對 那就是你們來的那一間 那一間店 要賣掉了 對要賣掉了 現在年輕人好像比較不好 不好搞是不是 對啊是吧 你說員工嗎 難搞耶 我還有遇過老鼠會的 然後詐騙人 來一天 然後就 因為我們那時候不懂老機法 然後來上一天班 然後就離開了 然後就到我們 我們被罰一萬多塊錢 真的真的 然後我們 因為那時候真的不懂 就是一天也要保老闆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那時候 對方也有跟我們達成協議 就是說我們就是一個禮拜的試用期 那如果你OK 我們就讓你 就是 轉職 然後我們就幫你保保保這樣 所以知道 所以其實第一天都要保 對 你只要有工時你就不要保 也是在當老闆的時候才知道要有這件事情 很慘痛的教訓 對 而且我弟弟還因為這樣然後去上課 去勞工局上課 就是去了解一下就是 現在真的 他是有一個集團 在專門在做雜騙這件事情 在騙不知道的老闆們 在專法律漏洞 所以你覺得他 就是 可能是老鼠會 那那個很明顯 就是 就是來 哇那個 誰面試進來的 我弟阿 而且還是個女孩 還是個女生 然後也是 年輕的 一輩的這樣子 90後嗎 還是2000 應該是90後的 90後 他們都很懂這一塊 那個已經是 我覺得那個C是冠犯的 還有打著就是我的粉絲來 就是 我好喜歡牛奶來上班 然後也是這樣被被被被被騙 他就開始 上班的時候 他就開始拍 拍我們工作裡面所有的內容 就開始被紀錄 然後 就一直就好像要偷我們的技術這樣子 對 然後 我們沒有差嘛 因為他這樣做 其實因為我們都有攝影機 那我們攝影機 我們都有看 如果說他現在是違法 然後要想要把我們這個技術 扣走 然後就拿這個東西 來威脅我們 嗯 對啊 那他做了多久 扣拍哪一位 那個 做了一個禮拜 已經一個禮拜多 我們就發現他怪怪的 就是 該拍了都拍完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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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了一個禮拜 他做了一個禮拜的 體驗